之前朋友们一直在问我有没有低预算的无线麦克风推荐 我说如果你太低预算了 莫不如就买个有线的麦克风搭配无线模块来使用了 他又问我无线模块是什么推荐 我说那我也没用过呀 那今儿个呢我也给你整了一款比较便宜的 能够把有线的麦克风变成为无线麦克风的一个模块 我先给你们试试 来自于传声者家的手雷 无线系统发射器和接收器 便宜的到底能不能用呢 我也没试过 一起来看看吧 直接我们来看看 里边包含 那不用读一个 整个是一个泡沫垫 两个电池 一个发射器 一个接收器 还有干燥剂一包 合格阵一个 数据线一根 两个电池的话是3.7V的电池 一个是发射 一个是接收 反正传声者家做这类东西有很多年了 常见的这类手雷东西的话 是包含有2.4G的和UHF的 就所谓的U段的嘛 然后U段的相对来讲的话 距离传输更远一些 2.4G的话 相对来讲 它对于厂商成本来讲的话 变得更低一些 直接上升电池 好 这招还有48V功能呢 在老老年间 这种模块的话 它是没有48V功能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3V的 这也是应对今天的市场需求吧 然后按POWER的话是开机 直接干开机了 这边还有一个对码的频率 这边可以对一下频段 所以它就对上了 这边是48V 这边是3V的两个切换 然后这边是它的音量的调整 一共提供了7级的调整 接收器直接插声杆上 下面的话给你插声杆上试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搭配起来这套系统了 现在你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于舒尔SM58 搭配上这个无线的发射器 整个出现的声音 中间夹了一个小便炮 使用的是48V转化为对冬圈画桶增益的小便炮的声音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一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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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于舒尔SM8 搭配上这个东西的声音 声音品质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一款产品比较适合使用一些手机声卡 等一些比较入门级别的设备的朋友 总体来讲的话 使用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声音品质的话就和视频里面表现的这样 然后如果说你有对于它有一定的要求的话 那么这个产品的话 就如视频里面表现的这样 如果你能够接受它的音质的话 并且它的价格你也能够接受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下这款产品 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偏向于入门的无线发射和接收器 整体来讲品质就是这样 使用起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它是有波段调节的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友好 好的各位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